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要义 那今天我们进入157课 预定与以色列的简选 三卷二十一章五解到七解 那么上节课我们就谈到了 预定的病意 什么是预定 加勿牧师谈到了 预定是神的奥秘 是他的美意 然后包括救恩也是出于神的怜悯 然后谈到了他永恒的预定 然后双重预定 神预定一些人得救 我们称之为拣选 也预定一些人灭亡 我们称之为遗弃 那今天我们大体上要处理两个部分 其实在谈预定的时候 加勿牧师从21章就开始谈 然后22章除了复活那个章之外 都是处理这个预定 预定我们没有办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 虽然我们一开始尝试的去定义了 但是今天继续从多个维度综合的去理解 预定的这个教理是很重要的 所以虽然我用了这个上周也谈到了预定的定义 然后这次又谈预定定力 它维度不同 它一点一点的元素要素就添加进来 使我们更立体的更整全的更鲜活的 能够看待预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上帝的旨意 或者说教理 特别是后面谈到了以色列的拣选 有人困惑吗 为什么这样 然后谈到了以色列的拣选 来透过以色列人的拣选来理解什么是上帝的预定 所以预定包含 圣经里面启示了很多关于预定的那样的内容 综合起来来看待预定的教理 包括对那些我们下周会谈 包括对那些错误的主张 什么预知预定等等 错误的预定的观念的批判 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从保定批判的角度 再重新整全的去看待预定的教理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一开始 加尔牧师就说到了 神借着预定赏赐一些人有永生的盼望 给一些人永生的盼望 并且也宣判那其他人归于永死 也就是上帝预定 预定一部分人上帝赐给他们永生的盼望 我们称之为拣选一部分人 让他们有永生的盼望 另一部分呢 上帝就遗弃他们 任凭他们 把他们在失恩的对象排斥在失恩的对象之外 让他们最归于永死永行 这是预定简单的定义 那后面就是不断的去说明这个定义 那关于预定和预知就有一些人主张 上帝预定乃是根据他预先知道 比如说预先知道某些人会信 所以上帝就拣选他了 我们不做对这种预知预定的批判 因为下周要批判 那什么意思呢 这种预定就弱化了上帝拣选 上帝决定 上帝意志的这种 或者上帝主权恩典的这个力度 而强化了上帝可能因为某种 自身之外的因素 来根据先有的某种因素 然后被动的上帝的预定 拣选和仪器就变成次级的 第二级的这种对其他事物的有前因 上帝作为后果来回应而已 所以这个就弱化了上帝那个预知 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旨意 这样的上帝就被完全大大的弱化了 上帝只是被动的回应 被造他只不过是预先看到了 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就不是一定 对不对 为什么 上帝只是根据预先看到将来发生的事情 而这个将来的发生的事情 又不是神预先计划的 所以上帝只不过根据他的无所不知 超越 预先看到那个将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基于这个 然后决定做出回应 所以你发现这个就完全弱化了 上帝的这种能力 全能上帝的 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预定的教理 所以有人不相信这种上帝预定 然后他说上帝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 所以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就提出了这样的 所有的那些追求近前名声的人 绝不敢否认上帝预定的这个事实和教理 但是有些这个人呢 却非常这个去挑战和为难 质疑这个教理 特别是那些认为预定是由于取决于上帝预知的人 上帝根据他预先知道 然后才定下 这样的人 所以加尔文在回应那些主张非圣经的预定论 那种错误的预定论 攻击正统的正确的合乎圣经的预定教理 这样的人 他在反驳他们 的确 加尔文牧师说 我们承认神有预知和预定 圣经里告诉我们上帝的预知 上帝知道一切 对不对 将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同时也谈到了神的预定 但是 如果说预定 从属于预知 也就是说上帝的预定乃是根据他预先知道 然后才定下来 这样的话 是荒谬的 上帝变成了一个被动的 回应的 这种软弱的上帝 这个跟圣经里面所强调的那种 上帝的主权的恩典的 那个预定是相悖的 那关于这样的错谬 基于预知预定的那个批判呢 是在二十二章一节里面会批判 下周我们会学的 那所谓的预知呢 我们要整理 当圣经里面提到预知的时候 他所指的预知是怎样的预知 是不是刚才那些人 所认为的上帝的预知 只是预先看到 预先看到 被动的 将来历史就那么发展 也没有神的干预 也没有神的计划 然后就这么发展发展发展 上帝预先看到 两千年以后 若干千年以后 有个某某人 某某某在什么家庭出生 预先看见 像孙猴子的千里眼一样 然后上帝就根据这种情况决定 OK 既然他会信 那我就拣选他吧 那个 他的信根本不是取决于 上帝预定拣选了的信 因为上帝拣选他 所以才信 而是基于上帝预先看的 将来会信 所以上帝被动的 既然他信了 OK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名单 所以这样的拣选 这样的预定是 没有意义的 圣经里面 也不是讲这种预定 那些主张 根据预先知道 然后定下的这样的人 他们的预知的概念 和圣经也有出入 那到底圣经里面 所说的预知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就给做出解上 万事一直在上帝的面前 注意 预知有个时间的概念 上帝在永恒当中 万物还不在吗 预先知道将来的某个时刻 那个就涉及到将来时 上帝会造时间 造万物 然后将来 那实际上对于万物 在神的面前 神是昔日 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 都是不变的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意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对于主 它是永恒的 我们学哲学的时候 什么这个 绝对的和相对的 对不对 那一秒可能 相对这个一千年 这个一秒 可能就微乎其微 对不对 但是永恒 对于时间来说 它俩根本不是在一条线上 永恒是无限的 时间永远是在有限的范畴里面 永恒是超越有限的 永恒的概念不是说无限的时间长 永恒的概念是超越时间 它不是一个范畴 上帝在永恒当中 上帝是永恒的上帝 所有的事物在上帝面前都是现在 就像无所不在一样 我们是躲在山洞里 躲在海里 躲在什么地的基础 对于上帝来说 都在我面前 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我到哪里 你在那里 什么意思 神是变在的 无所不在的 在空间上来说 对于上帝来说 永远是在他面前 没有什么可以躲避他的面 躲避他的眼目 从时间这个概念来说 对于上帝来说永远是现在 以后也是永远现在 过去也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 有过去 现在将来 对于上帝都是现在 在他的面前 他手足的工作 一切都在他的面前 在他面前 万事都是现在 那么此现在不仅是 他对万事的这种概念 我们记忆里面的事 不只是在神的这个概念里面 神的心意当中 注意 万事也是借着他的心意创造的 而且他真正的看见万事 不过这些万事 不只是在神的这个意念当中 万有在成形之前 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 这个计划就在神的心意当中 在神的里面成为一种概念 但是这种不只是概念 真实的 为什么 神心意定的他必要成就 他定的计划他必要成就 所以万事也真的成就了 所以他也真的看见 就像实际放在他面前一样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穿插一个概念 就是上帝的知识 上帝的知识不是基于经验 当事情发生了 上帝根据他的眼睛 透过太阳光线 从这个事物本身折射过来 进入他的眼睛 或者透过声音听 然后进入他的大脑皮层 经过这个神经系统的作用 他思考 然后汇总 然后信息化 最后得出了结论 上帝对万物的知识 不像我们基本上是基于经验和推理 上帝对知识永远是直观的 永远是后悉的 他不经过时间的延长 渐渐观察亚伯拉罕 看看亚伯拉罕 这个到底陷不陷以撒 然后才知道 所以上帝在发出命令之前 上帝对亚伯拉罕是未知的 然后到了试验之后 哦哦原来如此 上帝对亚伯拉罕才知道 不是这样啊 这个叫做敞开神论 上帝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也有一些未知 走着瞧的那个意思 上帝不是那样的 上帝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 不仅是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在他的计划 他的旨意的里面 所以他对任何事情 万物在造我们主的面前 都是赤炉敞开的 没有什么隐藏的 即时的 完全的 透彻的知识 不需要时间的推演 才观察观察 才了解 某永宝这个人 根据他的经验 哦我观察你这么多年 你在地球上活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你什么样的人了 等等 不是这样 他不需要经验 积累 或者是根据某某 撒旦的知识是根据某某人的表情 说话 他根据观察人类历史总结的经验 等等 适当的推力可能 知道你会做出怎么样的判断 他的推力可能会很准 但即便如此 上帝的知识不是这样 上帝是 如果有时间的话 一瞬间完全知道 不需要经历什么时空 一个过程 然后那个量的增长 不需要 所以神的知识 第一 上帝基于 对万有的知识 是基于对自己的知识 他对自己知识 包括这个 他的心意 他的计划 所以都在里面 这是上帝对万有 已经拥有了第一手的知识 第二 上帝对万有的知识 都是瞬间的 全部的知识 所以 因此呢 预知不是 这个时间的概念 预先看到将来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 把他这个预先知 支付过来了 是吧 时间穿梭 穿到2000年以后 哦 原来有这样的事 回到这里 然后再重新写个计划 那 那个计划又有什么用呢 那个计划完全是被动的 根据将来 未定的机遇 发生的事情 然后做出 第二 第二 这个 怎么说呢 第二环的 这种反应 第一是 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 然后上帝被动的 产生这个 回应而已 所以这样的预知 这样的预定 是软弱的 是无用的 根本不是 预先定下 所以 圣经里面所说的 上帝对一切 都是 现在都知道 他预知 包含了整个宇宙 以及一切 收造住 所有的 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 谈到了 预知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原旨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计划 是包吹了一切 他什么创造 护理 救赎 将来 再创造 等等 这个完全的 所有人类当中 历史当中 可能发生的 将要发生的 已经发生的 都包罗在 他整个计划里面 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基督教有神论 上帝的知识 是这样的 因此 他的预知 就不是只是 我们所想象的预先 将会发生的事 他指个预先者 他知道这件事情 是基于他对 自己和自己的 计划的认识 而且是瞬间的 是完全透析的 当然这里面 我们还没有讲到 这个罪的问题 等等 有很多东西 如何划分神的主权 这个是我在 系统神学导论里面 讲过 所以这里面 我们不处理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处理 所以重点 这里面的预知 不是那个 我们经验的 那种预先知的 已经发生了 被动的预先知道 只不过把时间 往前拉下 像我们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手法 叫做倒叙 是吧 倒叙 这个反过来 将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预先知道 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好像是预知 但实际上不是 事情发生了 我才知道 我在现在把那个时间 拉到前面 看到要发生了 发生了 OK 我就现在 那这种预知 是毫无 无用的 类似于自然主义的神 防观 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的发展 跟神的引导 护理是没关系的 所以既然发现了 上帝只是 哦 发生了 目睹了 然后根据这个目睹的情况 然后知道了 再做个记录 调整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 的逻辑上来看 这个计划 已经是在 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才形成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计划 又不能支配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计划 是没有用的 废纸一样 所以这个预知 是很矛盾 又无用的 这样的预知 圣经讲的 不是这样 上帝不是 那个软弱无能的 只是被动的 去观察 万物的发生 然后无能 支配和管理的 这样的上帝 所以我们知道了 这种预知的概念 就可以排除那种 错误的预知的观念 那么预定到底是什么呢 预定就是使神永恒的旨意 在永恒当中 第一 在永恒当中的旨意 他的心意 他的意思 他的计划 他的预知 在永恒当中 而且这个旨意是持续到贯穿的 相对我们人类短暂的历史来说 都是永恒的 神的计划是不改变的 按照这个上帝的定值 按照上帝的这个预知 神自己决定 想要每一个人 发生的一切事情 上帝的旨意在线 上帝喜悦的 想要的 在每个人身上发生什么事 他的旨意在线 然后那个人发生 外人并不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受造 在造人的时候 当然一开始只造了亚当和夏娃 后来生了 但是我们后来说 所有亚当夏娃后裔都是 由神所造的 这是根源性的来描述 人类是从圣而造的 所以我们后来出生的 这个地上的人 不是公平的 一样的出生 而是一些人上帝预先定下 他们将得永生 而其他的人上帝就预先定下他们将来受永刑 被定罪 虽然每一个人 你发现 什么意思 他们的最终极的决局 最终极的命运 在他们出生或者他们在被造的时候 甚至说在被造之前就先决定了 所以预定 这个概念不是在时间里面 不是在时间里面 我们以前总是希望感谢主上帝拣选了你 我们说的这个拣选是时间里的概念 但是圣经里面说的拣选是在万物被造之前 上帝已经定下拣选这个人得救 遗弃那个人让他灭亡等等 所以造的时候 人出现在这个世上的那个时候 我们说我们个人被造的时候 他出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并不是公平一样的 而是有差异 有些人被预定承受永福 有些人被预定承受永刑 在他们善恶未做出来 他们在这个来到这个世上 那一瞬间还没做形 之前这个已经定下了 某种永恒的命已经决定了 这个是我们很难理解的 是不是 上帝已经掌管我们的终极的命运 已经决定了 这就是预定 既然每一个人都为着此结局彼此 但是我们主观上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区分开来 上帝祭奠预定了一切 那我今天应该卖左腿卖右腿 那个底牌我们不知道 上帝预定我 注意我们谈的预定又是单 关乎这个旧恩的问题 然后我们把预定想成宿命论了 既然一切都定好了 那我到底卖左腿卖右腿 我卖左腿卖错了 上帝预定我卖右腿 这个不是 预定不是谈这个 是跟旧恩有关系的 最终的结局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答案 我们就照着正常的常识和本分 去生活就行了 上帝显明的旨意等等 所以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我们不能看面相 看你就像被预定的 看你就像被遗弃的 我们没那个本事 那个底牌我们不知道 上帝没有向任何人显明 包括他再来的日子 耶稣基督说 子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那谁最终得救 谁没得救 这个我们根据我们一般的表象 是无法判断的 那个底牌 最终得救的人数 到底名单 那个不在我们手中 内定了谁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要揣测 我们也不要瞎判断 做我们人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层面 那既然每个人都为着此结局 或比结局 这个结局或那个结局 而受造 我们被造的时候 已经定了那个结局 我们就说他被预定得生命 或者被预定灭亡 就被定下了 那我们说预定得生命 我们说神拣选他得生命 我们说那个人预定被遗弃 这个灭亡 我们说上帝遗弃他 让他灭亡 神不仅在不仅某事 不仅是某人个人身上 而且在亚伯拉的全部 整个后一身上 均证实了这个事情 要显明每个民族将来的情况 都来由神来决定 所以后面就开始谈到 用亚伯拉罕 他的后一的命运 他和列邦的关系 亚伯拉罕和他的民族 如何被拣选 然后他的民族里面 为什么有一些人 没有得救 有些人得救 这个问题来进一步的 来说明预定的教理 其实这就是涉及到了 旧约圣经都在谈 很多的经文都是在谈 预定的教理 只不过是我们读 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 这个故事里面 没有找到预定这个单词 但是根据新约的视角 罗马书等等 来解释的时候发现 包括一些先知书 待会我们会查 我们就发现 原来亚伯拉罕的这个民族 以色列这个民族 和预定是有关系的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 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 立定万民的将界 耶和华的本分 耶和华的分 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是雅各 神明记32章8节到9节 耶和华的分 以色列是属于他的 他是神的产业 雅各就是他 照着人的数 立定万民的将界 规划他 然后把不同的第一页 赐给每一个列邦 然后列邦当中的以色列 是属于约华的 这个就是拣选的概念 那么到底上帝预定的原因什么呢 上帝为什么拣选我 是不是看见我这个人 将来会过一个比较善良的生活 或者看着我长得帅 长得美 这个工作也好 赚的钱也多 等等学习好 是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什么原因 然后上帝拣选我 不是 在亚伯拉罕身上 就像在一桩枯干的树干上一样 神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 而拒绝了其他民族 大家记得不记得 我曾经跟大家讲创世纪的时候 创世纪十二章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上帝呼召他 拣选他 把他分别出来 与他立约 让他和他的后裔 成为自己的百姓 他要成为上帝要成为他和他后裔的神 给他允许民族 允许后裔 允许土地 大国等等 祝福等等 那十二章的前面是什么 十一章 十一章前面是什么 十章 十章里面记载了什么 巴别塔事件 对不对 巴别塔事件之后 神就把这些邪恶的 违背上帝分散到各处 敬畏神 侍奉神的这样的旨意的 这帮人要聚集起来 一块来 抵挡神 所以上帝就 把他们打散 变乱他们语言 就形成了帮主 十一章里面就记载了很多的这个族谱 不同的族谱 到各地形成帮主 其中也记载了亚伯兰 还塔拉 亚伯拉罕的父亲 那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做背景铺垫 说明对不对 在诸多的犯罪的 堕落的 抵抗神的 甚至是各个民族 万族当中 上帝唯独向亚伯拉罕显现 呼召他 这就是恩典 亚伯拉罕和其他民 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亚伯拉罕 他爸爸是卖偶像 造偶像的 这个家庭 也不是什么敬钱的家庭 所以到底预定的原因在哪里呢 亚伯牧师说 就像一棵枯干的树干上一样 拣选了一个枝子 亚伯拉罕就是那枯干的枝子 神并没有说明原因 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没跟他讲清楚 到底为什么拣选他 动机什么 因为什么拣选他 但是摩西呢 却为避免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 过于骄傲自夸 你看我们是神的百姓 然后就夸耀自己 好像我们这个是优越的民族 优越的血统 敬钱的民族一样 怕他们有这种错觉 所以就教导他们 教训他们 说他们被拣选 完全是 不是因为他们内在 本身有什么长处和功劳 而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怜悯 或者说白白的慈悲 白白的爱 恩慈 因为神 拣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 上帝定义爱我们 要施恩给我们 在我们中 这些不配的人身上 他要彰显他的怜悯和恩典 他就在列阻挡了 同样的罪人 一群在泥水里打滚的猪膏子里面 拎出一只 到底为什么是我 不知道 完全在乎 那个拣选的那一位 他心意当中 因着他的喜好 他的旨意 他施恩给我 他没有施恩给别人 施恩给我 这是他的自由 摩西教导说 他们拯救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他爱你们列祖 你的列祖 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 神明级四章 上帝因着爱我们的 以色列人的列祖 什么亚 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 对不对 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 当时听摩西讲话的这些 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些 先祖的后裔 与先祖立约 你和你的后裔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人 你们不是什么大的民族 哇 这么大的民族 如果不拣选他们太可惜了 拣选他们肯定能干点 成就点什么事 不 拣选呼召亚伯拉罕一个人 而且是个光棍 他爸爸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跟着出来了 最后死掉了 才把亚伯拉罕带到应许之地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光棍 然后有个妻子 出来的时候 应该有妻子 这个有妻子 但是没有孩子 上帝就在这个枯树上 祝福他 让他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海边的沙 天上的信仰 撒拉 没有生育能力 虽然亚伯拉罕还 身体可以生育 因为这个是透过跟 撒拉的这个使女同房 生了孩子之后 我们就证实亚伯拉罕是可以生到 总之他 他两个结婚的这个 结婚 构成的这个婚姻是 自然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生育的 但是他们就不能凭着自己 我们身体上立断 我们生多 你看我们一家生了七口 生了这么大名 像我们多这个棒 没有可夸的 这一点其实就是 无论他的出身 还是他本身的这个生理性的能力来说 都已经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夸口的根据 你们现在成为大族 不是因为你们是大族 那个时候出来就那么几个人 是吧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媳妇又带着他的这个 他老爹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所以拣选你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人多 人多可以夸夸 而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 只因为神爱 不因为别的 因为神自己 他喜悦 他爱你们 定义爱了你们 你们不是可爱 大民族所以可爱 而是因为上帝自己 看那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 再次谈到神拣选以色列的列祖 是因为上帝的爱 不是因为别的 摩西劝解百姓要圣洁 因为拣选了他们特做上帝的子民 而在另一处又说 神保护他们的原因是爱他们 因爱他们 所以才贪固保护他们 所以间接地就揭示了 阐述了拣选和保护他们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内在有什么功德 而是因为他们之外 在他们自身之外 上帝自己的心 祂的爱 那信徒也同声宣扬说 祂为我们的产业 祂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祂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诗人 诗人 众圣徒 诗篇七十四篇四节 也在高声的宣扬 上帝拣选雅各 是因为上帝的爱 因着祂的爱 所以神赐给他们一切的恩赐 他们全部荣耀都归于神白白的爱 不是归于自己什么功劳 这些圣徒们将荣耀归给上帝的爱 不仅因为他们知道获得这些恩赐 不是由于自己任何功劳 而且知道甚至连圣族长雅各 也没有这样的大美德 没有什么可夸的 能够为自己和他的后裔赚得 这样显贵的尊荣 连雅各也好 雅巴兰也好 以赛也好 你发现他们都有瑕疵 雅巴兰 怂样 胆小 怕自己媳妇太漂亮了 这个人家就弄死他 然后夺了他旗子 所以跟他旗子就商量 你说我俩是姐妹 虽然打了个擦边球 是 他妻子是他的亲戚的妹妹 但是保认了遮盖了 是妻子这个事实 结果这个异教徒在神的记录下 反而还敬畏神 比亚巴拉罕更诚实 就放他们去 还给他们这个聘礼啥的 这个他们修 亚巴拉罕竟然这么胆小 你说他有什么夸口的 值得拣选的 雅各就不用说了 摩西责备他们 不仅是在拣选上 他们没有可夸口 都因神的爱 没有什么美德 甚至摩西责备 这些以色列百姓是硬心的 硬着景象的百姓 根本不配蒙神这样的恩典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拣选的原因不能在他们自身上找 另外先知们 众先知也常常要羞辱犹太人 为要羞辱犹太人 而向他们提起这个拣选 因为他们可耻地背叛了这个拣选 上帝拣选了他们 让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 君尊的祭祀 圣经的国祖 在列邦当中传扬神的名 但是他们却背叛了这个护照 背叛了神的拣选 拜偶像 作恶 不敬虔得作神 没有办法起到光和颜的作用 所以先知责备他们 他们望恩负义 背叛了 违背了神 对他们的呼召和拣选 所以那些人 虽然想把神拣选他们 我们想到了新约的犹太人 他们常常 为着自己是选迷而夸口 骄傲 自负 实际上他们实际 很刚硬的 很骄傲的 很贪婪的 马太福音24章里面 就责备了他们 23章24章 责备他们这个伪善 本世的坟墓 表面上 敬虔里面却是贪婪 像坟墓一样 外面粉得很好 这是当时的文化 坟墓装饰得很好 但里面其实 埋着死人的骨头 尸体 法利塞人 他们外在很敬虔 好像很干净 但是内心当中 没有敬虔的实意 心思意念里面 仍然贪财 贪权 好色 贪婪等等 旧约的时候也一样 不用说新约 400年前一样 以色列 那是在公元 六七百年吧 是吧 主前六七百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责备 七八世纪的时候 责备以色列人 他们 那个虚假的敬虔 以色列也一样 异象里面 这个人子被带到 圣殿 看到山上 看到殿里 殿外 甚至隐匿处 都藏着各种偶像 又揭露了以色列百姓 那些从祭司到 对王到百姓 内心当中的腐败 以色列书一开始的时候 就责备他们 他们一方面守严肃惠 另一方面还作恶 紧实还 还不松开 去勒索别人的这个手 他说你这个真紧实 是蒙神悦纳的紧实吗 所以你就发现 他们在形式上 保留着敬虔的外贸 但是背乎了敬虔的实意 这个民族从来不是什么 这个不是什么好货 所以在他们身上 找不到任何上帝 拣选他们的理由 只有在他们自身之外 上帝那里能找到 另外每当以色列人 向神感恩的手 谢恩的手 或者对将来存着盼望的手 神就提醒他们 纪念这个恩约 诗人说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场上的羊 我们属于他 不是属于我们自己 这并不是多余 而是教导我们人 享受的一切福音 都来自神 恩赐的原因 也在于上帝他自己 在人里面 找不到任何 配得这大恩典的 这样的资格 资质 功劳 这就花了很多这个论证 找了很多什么 生命纪是属于五经 然后找诗歌属诗篇 对不对 又找先知属 这是整个旧约圣经 都在论证的这个权威 都在证明 诗人吩咐 这是诗篇 对不对 然后会众歌唱 那么诗篇 都是这样 摩西的律法 诗篇等等 包括先知属 这是整个旧约圣经 都在论证 预定 不在乎人 乃在乎什么 大卫 你看这是诗篇 撒姆尔记 撒姆尔记属于这个 前先知书 西伯来圣经里面是前先知 历史书 历文之上下 这个属于前先知 先知书的背景是在归一类 所以你还发现五经 圣诗 然后先知书 这是整个旧约圣经 这种排列不是偶然的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整个圣经 这是拉比门他们论证圣经的时候 一种习惯 犹太人 包括这个 加尔文 他们在论证的时候 也是采取这种方式 整个旧约的权威性 从最高的权威 五经开始 到诗篇 再到先知书等等 来论证 旧约圣经 支持神拣选人 不在乎人 而是在于上帝自己的怜悯 所以这个经文很多 大家读的时候就知道 然后谈到了两种拣选 前面各种 在论证 上帝的拣选 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的心意 那他对人的拣选 我没有说这个仪器 是拣选这个部分 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爱 他自己的慈悲 白白的 没有功劳的恩典 那特别是举了 以色列人的 这个拣选的 这个事情 但是又面临了另一个问题 就像《罗马书》里面出现的一样 以色列人 整个民族被拣选 但是 是不是意味着 以色列当中 每一个人都被拣选 不是 以色列人民族的拣选 和 以色列人中 个别人的拣选 要分开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新旧约圣经都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面出现了两种拣选 限定的 和特别的拣选 第一 以色列民族 是上帝在列邦当中 首先拣选的 这是民族性的拣选 救赎史当中 上帝特别拣选一个民族 与他们立约 这是民族性的拣选 然后让他们成为列邦的模范 教导他们如何敬拜神 让他们做先知 给列邦传福音 做祭司 为万邦 祝福 带祷 等等 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第一层面 民族性的拣选是 上帝先拣选了 以色列这个民族 旧约 基本上是以色列为中心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 不是说所有以色列人 都必然得救 分明有一些是恶人 有一些人是不敬畏神的人 诗篇里面常常提到恶人 不敬天的人 等等 抵挡神的人 恶人 就像新约时代 不是所有的以色列 犹太人都是信基督是弥赛亚的 信耶稣是弥赛亚 是基督的 不是 所以就出现了民族性的拣选 和个别性的拣选 那现在就在性质上 较为有限的拣选 或者说以一种较为特别的方式 显出神恩典的拣选 神拣选的恩典 显出 凸显出神拣选的恩典 在列祖当中 我爱了你 我拣选了你 没有什么资格 你跟列祖一样 创世纪十章 十一章 那个背景 十二章 我拣选你 是吧 没有什么差别 你是跟他们一样的 那个分散在各地的民族当中的一位而已 衬托出那种拣选的恩典 不但如此 在以色列族当中也一样 在以色列族当中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真的百姓 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得到解释 在旧约里面一样 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的儿子开始 以撒 以撒和以色玛利 上帝拣选以撒 以撒的儿子里面 以色尔雅各 雅各的儿子里面 也一样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同属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 神拒绝了某些人 并且将其他人聚集在他的教会里 这是旧约的教会 属于应许的后裔 属于神的真的百姓 民族性的拣选 整个犹太人 亚伯拉罕所有属血器的后裔 但是在所有属血器的后裔里面 不都是真的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有真正信心的 真正能得救 归到那个属于真教会里面 成员的那个里面 所以最初的时候 以色玛丽与他的兄弟以撒 是同等的地位 但是渐渐的神就指示 以色玛丽被排斥在外 神拣选的是以扫 以撒 然后以撒的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 在以扫和雅各身上 还没出生 神就已经显明 他的指引 善恶还没做成 上帝拣选的是雅各 是小的 立了次子做应许的对象 所以说雅各是我所爱的 一扫是我所恨的 马拉基书里面 上帝为了更奇妙地彰显 他隐秘的这个恩典 拣选是上帝心意当中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在时间里走过 经历过 这个背后到底 谁被拣选 谁没被拣选 在显明出拣选的证据之前 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我们是隐藏的 上帝有底牌 所以我们称这种 拣选的恩典为奇妙的 隐秘的这个恩典 以色玛丽一扫 还有其他人 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 失掉了 儿子的名方 注意 加尔文牧师谈到预定的时候 拣选和遗弃 条件不一样 拣选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谈到的是 无条件的 神的恩典 神的爱 但是提到遗弃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说到 他们遗弃是他们 咎由自取 因着他们自己的过失 最典型的就是 一扫 他自己 卖了自己的 长子的名字 你别说是以雅各 趁人之威 什么骗 不是那么回事 雅各可能动机里 有骗的成分 趁人之威成分 但是他俩是公平的交易 以扫又不 又不傻 他俩的交易 圣经评价 以扫的时候 圣灵 给那件叙事 做了平住的时候 说以扫 轻视了自己 长子的名分 长子名分 了不得 一般的民族 是长子名分 是涉及到 继承权 双倍的祝福 家族当中 祭司长的 这个 继父亲的 中国也有那种文化 长子嘛 兇如父嘛 等等 包括韩国一样 这种儒教文化里面 长子 在家族 祭司的时候 长子要代表出来 做一些动作的 对不对 次子不能随便动的 老人去世的时候 长子出来 如何如何 长子在 有独特的地位 但是他轻忽了 自己长子的名分 更何况 他们是应许的民族 上帝的祝福 往往是 这个祭司 礼拜等等 长子的名分 和神的祝福 联系在一起 他轻忽的 长子的名分 其实就是对 上帝的应许 和祝福的轻忽 没有信心的表现 那些不爱神的 不敬畏神的 都是不信的 即便他们在教会里面 他没有信心 他这种轻忽神的态度 证明他们不信 所以他没有资格 承受神的祝福 和应许 所以圣经描述 亚以扫之所以失败 之所以被神抛弃 不是因为上帝 明明以扫 善良的 很火热 仅是祷告四十天 追求永生祝福 结果上帝硬把他 踢到地狱里面 上帝哪里是那种残忍的 想信却不让人信 明明想信却给他个 刚硬的信 不是的 圣经里面对恶人的 永行是最有应得的 这样的描述 以扫他自己 轻忽了长子的名分 后来我之前讲过 那个说到什么 这个西面 不是 是刘辩 刘辩是长子 他跟他父亲的 这个妾同房 被长子的名分 失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失败 不是无缘无故的 拣选是无条件的 基于上帝自己主权的恩典 和自己的怜悯和爱 他愿意爱谁就爱谁 但是一切是根据人的恶 咎由自取 他最有应得 是基于公义 注意 拣选 是基于爱和怜悯 神白白的 不是因为我们 施恩给我们 因为神的怜悯 但是一切 是基于神的公义 上帝公义的审判 让他咎由自取 之前我们也谈到了 拣选的概念 虽然是在 万有还不在的时候 但是在神的设计里面 那个程序的里面 是在神的计划当中 那个逻辑的顺序里面 将来的人类 堕落的人类当中 谁谋恩得救 谁 任凭他们下地狱 咎由自取 照着他们的罪 让他们灭亡 这个是 神的拣选 预定 对不对 一种是 罪人 施恩给他们 让他 领受神 与基督联合 领受这个救赎论典 得救 另一些人呢 任凭他们 反应 不施恩给他们 那这个前一个是 恩典连绵的这个原理 后面是根据公义 照着他的罪去刑罚他 这个没有什么冤枉的 对不对 坐在那了 刑罚他不是理所当然 那你说为什么拣选他 那是上帝的事情 上帝的恩典 愿意给谁就给谁 上帝不给你 没有公义 不公义的问题 上帝不给你 你也没有什么 不合理的 上帝放任你 让你去 在你自己的罪里灭亡 这个是上帝对你 最公义的对待 是吧 所以仪器呢 是可能比这种 任凭更积极一点 就放任他 留在那种 咒诅和审判当中 不施恩 不定义不施恩给他 所以这个概念 所以加尔文的预定论 是双重预定论 然后对于拣选和遗弃 他俩的基础不一样 前者是基于恩典 连免 无条件的 后者是基于公义的原理 照着人 咎由自取去审判 侵怒于他 当然包含着 决定不施恩给他 因为得儿子的名分 附带的条件是 要信实的守住什么 上帝与亚伯拉罕 已经立约了 以扫能不知道这个约吗 雅各等等 以萨 这个约不断的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萨的神 这种约延续下来 能不知道吗 但是他就轻忽 不信实 不信守这个约 所以他不忠地 违背了这个约 因此上帝 照着自己的公议 审判他 神奇异的恩词在于 他喜悦简选 以利斯列民族 而不是简选其他民族 我刚才谈到了 以色列民族的简选 然后在这个民族里面 又有简选 两种不同的简选 正如诗篇说 列国中没有这样 待过 至于他的恩典 他向来 他们没有知道 为什么 上帝没有向 其他的民族 显明他的恩典 向以色列显明了 可以看到两种的简选 因为整个民族的简选上 神已经显明了 神在赐下白白厚恩的时候 并不受任何的拘束 注意 他在诠释预定的教理 关于民族的简选也是 不受任何的约束 这就叫做自由的 上帝的恩典 不是不得不施恩给我们 因着某种因素 因着另一种条件限制 上帝不得不 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 他自由 愿意施恩给谁 就施恩给谁 愿意向阳光照好人 也照待人 他愿意的问题 像葡萄园的比喻 愿意给那个 只干了一个小时的人 一千银子和你 他一样 这是主人的 该给的那个人 已经给了 给他多给 这是主人的东西 主人乐意给 这是恩典 是自由的 没有什么必须做 必然的 上帝定义这么做 就这么做 自由的 没有什么限制 不得不 所以这个恩典 就更宝贵 因此他绝不受 必须平等的 什么分配恩典的限制 我的东西 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因着我做好人 就红眼 这个就诠释了这个 上帝的东西 他没有什么 必须给人兜法 那个你讲好的 一千银子 给他们就是公平了 对不对 上帝跟他们约好的 这个主人 约好的 但是给那个人多给 那是上帝 那个主人的自由 主人的怜悯 主人做好事 钱是主人的 他有自由 愿给谁 该给的没欠他 没亏欠他 所以在这个方面 没有什么把柄 或者是控告的 但是给那个人 是自由的 上帝施恩 拣选某个人 这是上帝不欠谁 必须拣选 上帝不受其他的因素 影响 必须拣选 上帝自由的 乐意的 白白的 所以这个白白就宝贵 这个白白是 不需要我们付代价 不是基于我们 什么功劳 而白白后面 是因为神的爱 神的怜悯 神定义 施恩 不加任何条件的 给我们 所以这个叫恩典 因此我们没有跨口的 并不平均分配 本身也证明了 他白白的赏赐 所以 救恩 这个本身 拣选本身 没有任何给人 留下花口 和骄傲 功劳的这个余地 那被遗弃的人 也没有任何抱怨 不平的理由 照着公义 为什么不公平 照着你该给 得给你了 你就应该下地 为什么 你做那个罪 就应该受到公义的刑法 至于我 我施恩给他 不让他下地 就拯救他 那是我乐意 施恩给谁 就是施恩给那个不配的 我同样一行 这个占着一行乞丐 我就给那个乞丐 不给那个乞丐 这是我的东西 愿意给谁 那不公平 你这里谈不了公平 我的东西 我爱给谁给谁 这是我的自由和主权 谈不上什么公平 要的人 没有资格去跟施舍的人 谈公平 对不对 完全取决于施舍的人 他的自由 他的心意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马拉基 责备以色列的忘恩的时候 马拉基书 我们已经讲过了 他们献上虚伏的记录 有敬虔的外面 有敬虔的实意 不守安息圣日 然后还跟神降嘴 先知马拉基书 责备他们 上帝不是拣选 这个雅各 恨无以扫吗 用这个拣选来提醒他们 这是双重的拣选 一个是民族的拣选 另一个是应许的 救恩的拣选 那个真正的福分的拣选 你们临到了这种 双重的拣选 但是你们却不忠 不忠于这个拣选 不忠于这个恩典 忘恩负义 所以你们的忘恩 也是双重的忘恩 罪上加罪好 然后不仅如此 那有人说 上帝既然拣选以色列百姓 他们被约 不守约 那上帝的救恩 就失去了吗 落空了吗 神的拣选就落空了吗 这一样 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体会到 加尔文牧师的论述里面 充分地反映出了 罗马书的顺序和逻辑 神学 所以他就谈到了 难道就弃绝了 他先前所知道的百姓吗 不是的 神的拣选是永远不落空的 上帝按照他隐秘的计划 拣选了一部分人 并一弃其他人 然而在我们说明 具体个人的情况之前 这个白白的拣选 仍然是只是解释了一半 神不仅赐恩个人救恩 而且命定这个救恩 上帝赐给某个人救恩 就定了 稳固的既然上帝预定他得救 这个救恩也是稳固的 使救恩的结果确定性毫不疑惑 毫无疑惑不决 没有什么可以犹豫不定的 不确定的 为拣选立定 他使这个拣选是确定的 立定的 确定的 而且有效的 上帝拣选不落空 需要上升到元首 就是父将他的选民 在这元首里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救赎计划 救赎协约 父照着他的智慧 公义 连绵 他拣选 这里面的拣选 作为中保基督的拣选 不作为圣子 什么他的神性 作为救赎计划里面 上帝圣子 立圣子做中保基督 做救主 然后选民 作为拯救的对象 将这些民交给中保基督 让他去代数 所以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 说 我父交托给我的人 一个也不失去 父将拣选 选民交给中保基督 让他去拯救 去救赎 并且基督说 凡父所交托我 给一个名失去 击打牧人 扬救分散 然后因书基督 作为保守他的百姓 因父所赐给我 一个名失去 因你赐过我的名 已经保守他了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后来拆遣另一位保卫师 基督应许 让他与你们同在 保守你们 引导你们 看顾你们 所以这个拣选不落空 因此在亚巴兰家 在家里立为厚词 神丰富的恩典 彰显出 他未曾赐给 其他民族的恩宠 但是基督的肢体上 以恩典的彰显 越超越得多 因为那些 嫁接在基督的时候 与基督联合的 连与基督的 以基督为元首的人 永远不会失掉救恩 上帝施恩的对象是 那些与基督联合的人 基督里面 一切的丰盛的宝藏 都在基督里 与基督联合的人 以基督为元首的 连于基督的 这个我就是之前讲过 任何不以基督为主的 就不可能以基督为救主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总是把相信 耶稣基督为救主 和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 分开 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 你就成为基督徒 成为神的儿女了 然后你生活呢 你要不要 参加门徒训练 让耶稣做你的主啊 这种割裂 在福音里面不存在 一个人不可能 只让耶稣做我的救主 却不做生命的主 不以基督为主的 就不可能 基督不可能是他的救主 因为同一个基督 不可能分割裂 凡不卑着十字架 做主门徒的 这做主门徒 这个福音书里面 新约里面 讲的门徒 圣徒 信徒 都是一个概念 信耶稣的就是追随基督的人 被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 没有一个我广信 我却不顺从基督 不追随基督的 那种概念是 就像耶稣说的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登都进天国 那个概念 遵行神的旨意的是 真正追随基督的 真正信基督的 也是门徒 虽然我们把门徒和使徒 作为区分 但是信徒 门徒 圣徒都是一个概念 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但是没有一个人 广信 不承认基督 不让基督掌管我生命 不追随基督的 不侍奉基督的 没有这样的信徒 那样的是挂名的信徒 名义上的信徒 或者说伪善的信徒 所以真正持守基督为元首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恩约的百姓 玄民的百姓 他们得到的救恩 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神立定这个永生之约之后 呼召这些 他所拣选的这个民 归向他自己的时候 有一种特殊的拣选方式 即只拣选他们中的一部分 因此他并不是 不加以区分的 将他的恩典 有效的赐给所有的人 以色列人 上帝没有把救恩 赐给所有的以色列人 而是以色列人当中 有真正的选民 前面我们不说了吗 以色列百姓被约 但是有些人仍然持守忠信 信使守约 举个典型的例子 在以赛亚 这个以利亚控告的时候 你看这个众人都被离 你要追杀我 我就这么忠心持守 众人都被盗 就剩我一个了 还要追杀我 上帝说 我为自己的名 保留了七千未曾 像八六七七的忠信的人 守约的人 然后被掳的时候也一样 归回的是少数人 这些人是听见神的声音 相信神的应许 仍然忠实守约的人 我们就不讲犹太人的历史 后来那些留在巴比伦人的人 最后结局怎么样 虽然福音的对象也是有他们 但是从历史来看 那些信使守约的百姓 那些才是应许的百姓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对以色列人普遍的拣选 并不总是有效和永久呢 我们说神拣选了一定是有效的 神既然拣选了 神保守他们到底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都得救 不保守他们呢 民族性的拣选和救恩的拣选不一样 一开始我们看到神拣选亚伯拉安的后 已应许了 但是里面总有一些不信的和信的 亚伯拉安的孩子里面 有伊士玛丽和 以色列的孩子里面 总有应许的被遗弃的 对不对 那所有的以色列人民族当中也一样 不是所有的 像保罗所解释的 亚伯拉安的肉体的后裔 都是亚伯拉安后裔 唯有那个以色列生的 凭着应许所生的 相信应许的 信使守约的那个百姓 才是真正神所检选的百姓 所以不一定所有犹太人 多多久 今天的中国教会 热心去为以色列辩护 我说你好好读读罗马书 好好读读新旧约圣经 搞不懂新旧约的关系 搞不懂以色列人的位置 把应许的以色列和 亚伯拉安的肉体的 以色列的后裔搞不清楚 以为站在 以色列的那一旁 你就以为合乎圣经了 完全搞错了 完全没读懂罗马书 拜托大叔大婶们 圣经都不好好读 然后热心关心政治 就关心不到正地方 基督徒不明白真理 他根本就没有智慧 以色列人 抛击那个巴勒斯坦人的 那样的残忍的 根本不公义 非常残忍 这次以色列人 遭到了很多人的唾弃 轻视 为什么 不人道 然后一些愚昧的基督徒 还在拥护以色列人 就因为跟旧约圣经 这个名字一致 你忘了 你怎么不想想 当年把耶稣定十字架的 也是同一伙人 虽然那些人死的 都是这个以色列人 犹太人 美国支持是因为 背后他的政治权力 科技经济 有这个犹太人的关系 他当然要支持了 对不对 他不可能公开去支持 阿拉伯世界的人 对不对 这是中国无知的基督徒 看不懂圣经的基督徒 还以为 站在以色列那边 就站在公义的地方 读不懂圣经 也没有常识 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的后裔 肉体的后裔 都是神的百姓 那为什么 上帝拣选了以色列 亚伯拉和他的后裔 却抛弃了绝大多数人呢 这里面解释了 认真听 真的很重要 理解新旧约 以色列和神的恩约的关系 这个搞不懂的话 总是插西州 混在一块 其实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也就是说 神在那些与他立约的人身上 并没有立即赐下重生的圣灵 使他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在恩约中恒久忍耐到底 外在的护照 外在的护照 护照所有的犹太人 若没有恩典内在的效率 有效的保守 这个被护照的人 那么就处于弃绝的 大多数的人 与拣选的少数人之间 什么意思 上帝护照了外在的护照 护照了亚伯拉和他所有的后裔 但是内在的护照 却给雅各信心 却没有施恩给以扫这个信心 所以外在的护照 所有亚伯拉的后裔 都是以色列人 都是表面是在应许的里面 但是真实的是赐圣灵施恩给他 保守他有信心 并且忍耐到底这个恩典 这才是真选命 也就是说凭着信心 相信神应许的 那些旧约里面 什么样的人有信心 不是蒙圣灵光照 让他们相信神的应许 并且给他们忍耐的恩典 持守着信心的 希伯拉书十一章里面 记载那些忍耐着 没有看见 但是因着信 就有确具有把握的 眼睛没有看见 却盼望的 那些人不都是 真是凭着信心 站立得稳的 神真百姓的 真正蒙应许的 之子的那样的证据吗 理解了吧 上帝护照 以亚伯拉和他后裔 这个民族 作为万民当中的一个 自己属自己的子民 但是那其中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信心 希伯拉书也解释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信心 唯有那些蒙恩 真正内在的护照 内在感化他 让他读出律法当中的应许 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基督的人 旧约里面应许的那个 应许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神的百姓 而且他们的信心 虽然有软弱跌倒 但是神兼顾他们 使他们最终忍耐到的 所以你发现 不是所有的亚伯拉书也都是 不是所有的犹太人 都是真犹太人 唯有蒙应许的 唯有有信心的 他们才是真正属灵的犹太人 和外邦的凭着信 与基督联合的人一样 都是凭着应许信心 神的这个恩典来承受的 要区分开来 外在的护照 民族性的 内在的护照 是具体个别的 有效的 横忍的 亚伯拉书因着信 所以他是蒙应许的 以撒因着信 雅各因着信 有信心 这种信心本身 就是圣灵的工作 他能够看到神的应许 能够相信神的应许 并且在各种试炼当中 能够坚韧 虽然有软弱跌倒彷徨的时候 所以就把这种 绝大多数的 外在的护照的人 和少数内在护照的人 分开了 虽然他们可能都属于 以色列民族 真正亚伯拉的后裔 罗马书已经解释了 我在主日书也给大家解释了 不懂这个呢 就热乎乎的 咱们瞎起哄 还以为为真理发生 为什么公义 连公义是什么都不知道 以色列做了那个恶 缺德事 他们都分不清楚 是不是 然后只是感情用事 因为跟圣经有关系 我们是基督徒 民族上有什么关系 美国人还有点利益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你就扯到这个旧约圣经 那旧约圣经也没有 没有正正好好的去读懂 然后就瞎搞 完全是盲目无知 这个血气和热情用事 很多基督徒都是搞不懂清楚的 就我讲到里面 有的时候说的话比较狠和犀利 很多基督徒愤慨 他只是听到声 哇 牧师说脏话 牧师这么狠 这么血气 这么不属灵 他根本搞不懂事情状况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也没有正确的逻辑和判断的标准 因为他自己都陷在黑暗馄饨里面 拿着自己那个所谓的 自己认为的基督教的善恶的标准 去判断别人 自己都在黑暗里面做瞎子 他怎么去判断正确队伍呢 公义是什么 以色列作恶了你就去谈恶吗 那正好是违背实戒 不能网座见证 不能因为他是官长就谈恶他 不能因为他是贫穷人就谈恶他 不能因为亲属就谈恶他 你要按照公义和公平去判断 而公义公平都不懂 真是如何去判断 然后又以色列百姓在旧约和新约里面的真正的位置 神应许的以色列和那个肉体的以色列 有什么关系搞不懂 然后就盲目的去 好像那就是基督教 基督徒应该被战队的本分 要么就拥护特朗普 要么就拥护以色列 这个就像墙头草呀 绿豆营一样 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 他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拜托传道人好好学习真理 好好教导自己教会的信徒 听不听是他们的事 不教导是我们的事 但是问题就是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恩典 在教会里面 外在的护照都来教会里了 但是教会里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听懂神的应许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听神的话 追随神的话 只有那些真正在信心当中 去攻克己身顺服神话的人 不一定完全 但是实践主的话 听见主的话 阿们去接受神的话 在实际试炼当中 证明他们的信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神的百姓 不是只是嘴皮子上 感谢主哈利利亚 然后好像听属灵的 实际上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 也没有那种尾身和持守的人 所以外在的以色列和真以色列 外在的教会 外在的护照和内在的护照 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人一开始信着信着就不信了 一开始可能就不信 第一 第二 他好像信在教会里过信 实际上没有真信 第二 他暂时好像不信了 有可能在临死之前悔改呢 为什么 神最终 保守他的百姓最终回转归向他悔改 是吧 临死之前悔改的人不是很多吗 虽然那不是最理想的 但是上帝最终基于他的信是保守他 让他吃苦 管教他 感化他 最后刚硬的最后浑身是疮 浑身是伤 在神的面前悔改 赤身露体的上天国 紧紧得救的那样的不是也有吗 所以弟兄姊们一定要搞懂 以色列 外在的以色列和内在的以色列 为什么神拣选了 以色列百姓却得救的是少数呢 上帝没有 上帝的拣选是不是落空了 民族性的拣选是外在的护照 真正的拣选是凭着应许 内在的护照 那些真正的选民才有信心 是主的呀 听主的声音啊 那是真信徒才听得懂神的话 真信徒才阿门回应神的话 即便是跟自己败坏的肉体 和个人的个性冲突 但是他知道这是主的话 虽然我很讨厌 虽然我很辛苦 但是主的话就是主的话 我能不能做是另一回事 但是阿门愿意照着主的话就行 这样才是真信徒嘛 那些假信徒 重述坐在教堂里面 即便好像装出一副信徒的样子 但是他们根本听不懂神的话 他们对神的话也根本没有反应 生活当中也没有办法 也不可能表现出 真正在顺从神的那样的证据 所以教会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信徒 当然你不要 我是不是天天困惑 没必要 你看看你对神的话的反应就知道了 自己查验 保罗说你要查验自己的信心 到底有没有得救的信心 约翰在奇书里告诉我们要查验 我们到底是如何信的 在哪里跌倒要再拿起来 这个一定要留意 传道人的责任不是去把那些不信的人挑出来 传道人是要把道讲清楚 神的道就分开了 信的不信的 神的道已经在做光嘛 光一来 现在把黑暗和光明分开了 是非就分明了 福音的效果就这样 福音一方面呼召羊追随牧者 另一方面福音也把狼从主的教会当中分离出来 那些真正主的羊会听主的声音 那些假羊就会喊 讲得太严厉了 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然后教会没有爱心离开教会 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离开教会的都是假羊 但是一定要知道 真羊是追随主的声音 不是根据什么受洗证 不是根据什么别的 是根据他是不是真的听主的道 那整个以色列民作为主的产业 但是其中很多人都是外邦上不信的人 上帝恰恰显明他的呼召是不后悔的 为什么 上帝拣选的人 他就永远不离弃 问题是上帝 呼召了整个以色列百姓 但是真正拣选的人 这个我不知道 是吧 唯有借着福音的应许显明出来 他的呼召却是拣选的证据 注意啊 上帝借着他的福音的呼召 那些真实回应福音的人 才是证明他是蒙拣选的 理解拣选预定的教理是这么用的 罗马书也处理拣选的时候 是在救恩论里面处理 以赴所书也一样 那是保罗的概念 论到救恩的问题 他说在创世之间拣选了我们 在基督教要议里面是 在救恩论的结束的部分 处理预定的问题 不能离开救恩论谈预定 上帝预定我的头发掉没掉啊 上帝预定我左脚要慢右脚 你连预定的概念都没搞清楚 就乱预定啊 所以那些被预定拣选的人 上帝有效的呼召临到他 证明他是被拣选的 拣选的事情是神心意当中 他没给我们底牌 那个名单也没给我们看 我们不知道谁拣选的 只有当有效的呼召临到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悔改 真的相信 这是证明他是蒙生拣选的 他的信 他的悔改是拣选的结果 上帝拣选了 上帝也去有效的呼召他 让他听福音 让他信福音 最终信福音 并且赐给他忍耐的恩典 你看拣选是不知道的事情 呼召是看得见的 回应呼召 让他回应呼召 然后又坚忍 这样确保他是蒙拣选的 所以你说你得救凭什么 用你的果子证明 上帝在恩典作用在你身上 你有信心的表现 有忍耐的表现 愿意为主付代价的表现 持守在任何环境当中 都持守到底 虽然有的时候也抱怨软弱 迷茫彷徨 但最终是坚忍到底的 这个证明 你有坚忍的恩典 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你 上帝留意保守 他所拣选的人 忍耐到底 所以这个亚伯拉恩的后遗里面 有肉体的后遗和属灵的后遗 有信心的后遗 有不信的后遗 有应许的 有肉体的 成就救恩的唯独是 神那不可改变的计划 上帝虽然外在呼召 外在呼召是 呼召的人多 来教会里面 听福音的人很多 内在的呼召 这个我们不知道 内在的呼召 却少 这是神的计划 借此计划 预定了那些属于他的人 那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能透过 有效的呼召的结果来 大概粗略判断 是不是 总结 圣经清楚地说明 神按照他永恒 不可改变的计划 决定了 所他所喜悦的 在某一天 让某个人 连于嫉妒 进入到 他的救恩 以及他喜悦 归于灭亡 归于某些人 我们说到的 那个拣选是基于恩典 不是我们的资格 白白的恩典 但是灭亡却是 基于神的公义 上帝留下自己的恩典 不施恩给他们 定义照着他们的罪 去刑罚他们 这就是仪器 然而神的 判定灭亡的人 那些人不能进入 生命的门 乃是出于公正 无可厚非 却测不透的审判 上帝基于他的判断 他定义给这个人恩典 不给那个人恩典 留下那个人罪 照着他的罪 去追讨的罪 却失恩给那个人 这是测不透的 他的计划 他的意念 前者 蒙拣选的是 照着他的怜悯 他定义失恩给那个人 拣选那个人 预备他得救 却定义 不失恩给那个人 遗弃他 让他照着自己的罪 按着神的公义去审判 这是神的奥秘 测不透的判断 做的决定 对于显明 我们认为 呼召就是拣选的证据 上帝有效的呼召 不是外在的呼召 有效的呼召 让他真正信神的应许 像旧约和新约里面 体现出的那种信心的行为 亚伯兰因着信 就看不见证据出来 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出来了 顺从 挪亚因着信 产生敬畏的心 上帝告诉他将来有审判 敬畏预先预备方舟 这是做愚蠢的事情 违背常识的事情 大家都耕中盖造 他在那忙活一个 这个见方舟 这个不切实际的 不现实的 这就是信心 当今的基督徒 在哪些方面表现出 自己是真信了 面对试探 诱惑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把自己内心的去 靠着主的恩体去 攻克己身 教身父 去对付那些适用 面对利益的诱惑 面临损失的时候 面临代价的时候 真正为着信仰 去挣扎 去付出代价 证明出你的信心 拿出你的行为 来证明你的真信 你对待物质的态度 奉献 礼拜 包括任何个抉择 主日是最好的事业 特殊的情况 身体不适 什么有病等等 特殊的情况 我们不说 正常的情况 我朋友来了 远方的朋友 不来了 你的信心就这么大 可以说没有信心 上帝在你心目中 连你远方的朋友都不如 朋友东西也可以协调 让朋友理解你 至少你跟你朋友做见证 我是基督徒 礼拜天我要去礼拜 我知道你来不容易 咱们约个时间 礼拜结束以后 或者晚间我加倍报偿你 或者我们一起去 路上我们可以交流 一起去交的会去看看 你即便不信你 你也看看我过信了什么 但是我不能不礼拜 你把爽了约 然后去见朋友 你朋友都心里心 这小子 信的什么鬼呀 好像信 随便就不去礼拜 他都瞧不起你 你还让他去 这个爬上来信耶稣 你自己都 你都不真实 都没有真实的信 你怎么让人去真实的信 对不对 所以这个每一点点滴滴 都是我们对待神 信心的表现 信不是离我们很远 挂在那个月亮上 放个几千瓦的 这个分贝的这个大喇叭喊 都是扎扎实实 在每一点小事上 点点滴滴的 一点点的诱惑 都胜不过去 你说上帝不给我恩典 胜过诱惑 No 不是 我们可能枉费了神的恩典 上帝接着他仆人提醒的时候 都当耳旁风 那你将来跟上帝 你没给我恩典 上帝说 我拆遣我中心的仆人 提醒你 警戒你为什么不停 上帝没有给我梦 上帝没给我感动 这种人我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救他 上帝借着福音来救我们 那些不信的人 以为于着 信的人是觉得宝贵 神的智慧 神的大能 你连神的话 都听不进去的话 这种人是没有办法拯救的 因为上帝救人 是透过话 上帝用他的话去治理 创造 上帝用他的话来治理人 这些律法吩咐人 应该的行为规范 宣布警戒 劝勉 鼓励 人不听神的话 那怎么办呢 指着上帝揪着你的耳朵 该来教会了 你该醒醒了 那都是特别的事情 然后上帝打你的时候 让你醒悟过来 这样的是悖逆到一定程度 不得不用鸡毛胆打你 唤醒你 用针棒刺痛你 但一般的情况下 上帝是用人格性的 去说服 去警戒 去劝勉 所以要留意听神的话 智慧人是留意听神的话 欲望人是像牛一样 像什么呢 是笼子 他听不见神的声音 所以这个本质的差别 来验证我们 到底是不是神的百姓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 教会训练我们 去倾听神的声音 这个不是灵恩派 躲进黑屋子里 把圣经撇在一边 静默留意听内在的声音 不是那个 是留意听圣经的教导 留意听幕会者 上帝透过今天 四卷我们会讲 上帝设立的职份 继续地去看顾保守 他的教会的时候 上帝如何引导我们的方式 都不知道 如何向我们说话 如何施恩给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自意地陶醉在 自己以为 自己的传统里面 去信仰生活 醒醒吧 今天很多基督徒 在我看来 真的是很无知 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 如果你看 就像任何领域的学术一样 你所能够看到的 先决条件是你知道 你知道了才能看到 你里面没概念 你也看不到那些东西 当你有了概念一看 不正确的东西太多了 对不对 因为你没概念 所以你不知道吗 里面没有光 所以黑暗吗 眼睛瞎了 所以看不见吗 当你真的有光 有真理的时候 你就知道自己对还是错 一个人有了真理 还迟疑 放居圣灵的话 那个就不是真基督徒吗 对不对 一般的话 有了真理 他会 良心会责备他 他不安 直到他顺服为止 这是上帝人格性的 引导我们的原因 但是就如主通过呼召和称义 来印记他的选民一样 注意啊 拣选时我们不知道的谁 那是神的奥秘 神心意当中 拣选谁不知道 但是上帝有效的呼召 让一个人悔改 并且称那个人为义 注意加尔文的这个概念 称义是伴随着成圣的果子的 称义和成圣不分开的 虽然概念不同 但是他连在一起了 一个人活出了称义的生活 当然不是说他完美 那种真正的盼望永生 真正的功课起身教师父 真正的卑识的架 真的自我否认 顺从的那样的人 其实他们就是已经被称义的人 上帝呼召他 他过那样的生活 就证明他是被拣选的 用果子 用现象证明 那个看不见的拣选 那个人在患难当中 仍然持守自己的信心 忍耐 不理解仍然忍耐 这样约伯 在那样的打击失恋当中 虽然他不敢抱怨神 但是他咒读自己的生日 生辰等等 但是他仍然持守 赏赐的是耶和华 这个信念 忍耐 这样的恩典是从哪来 不是上帝呼召他 保守他吗 不然的话 我们以为他天生就有那种 资质 那种悟性吗 不是的 没有圣灵的光照 人都像驴一样 驴完的也驴一样 这个 就随着自己的信心 在旷野里狂烹乱跑 所以就借着这些标志 以某种方式显露了 将来等待他们的审判 圣灵没有使他们 有这样的果子 没有信心 没有忍耐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们将来等待着审判 就像诗篇里说 让他们放在滑脚之地 他们吃喝快乐 胳膊不敬畏神 好像神也不审判 因为什么 等着将来的审判 证明他们是灭亡的人 那些义人 却在过分别为胜的生活 被人讥笑的时候 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 甚至等等 为了持守信仰 遭受各样的损失的时候 他们这种表现 正是证明 神给他们忍耐 顺从这样的果子 证明他是某拣选的 将来他们承受 凡是恒久忍耐 恒心行善的 神就以永生抱怨他们 这不是靠着功劳得救 是因为他这样做 是因为证明 神已经呼召他了 他有那样的信心 他之所以那样忍耐 证明神给他了忍耐的 这个恩典 他就是神所预备 承受永生的那样的人 凡是恒心行恶 这个任意枉为作恶的 证明神没有给他恩典嘛 没有呼召他嘛 也没有给他 行善的重生的恩惠 也没有给他 没有重生 当然谈不到什么坚忍的 这样的恩惠 放任他嘛 就像猪一样 放任他 直到养肥的时候 宰杀的日子 是吧 孩子都不那样不行吗 不上学的时候 可能要修理他 警戒他 管教他 让他走向正路 猪的话就随便放养 只要他长肥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 虽然是预定拣选 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 它的基本原理 神的主权 神的自由 神的恩典 白白的神的怜悯 对于拣选 是基于神的 白白的恩典和怜悯 施恩给那些人 特定 对于一切 上帝出于他的公义 他定义不施恩给他们 任凭放任他们 要照着他们所行审判 拣选有外在的 以色列民族的拣选 在列邦的拣选 但是不是所有的 以色列百姓 都是属灵的以色列百姓 唯有盟允许的 有信心的 而那个信心是神呼召他 有效的呼召 不是外在的呼召 以色列整个民族 是外在的呼召 有效的呼召 使那些人里面有信心 然后在患难中 神也给他忍耐 既让他有有效的呼召 又有称义忍耐 的这样的果子 来证明他是拣选的人 所以透过这一课 我们大体上大概 对预定神的拣选 有了这样的概念 永恒的预定里面 和历史当中的呼召 有效的呼召 坚韧 称义 是连贯在一起的 我们如何证明 我们是蒙拣选的人 记着我们的生活 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我们才有这样的生活 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我是葡萄树 才能结出葡萄果子 橄榄树结橄榄 五花果树结五花果 不结果子 就证明这个树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上帝施恩的作用 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有果子流露出来 信心流出来 奔赖为圣子生活流露出来 虽然这个程度有差别 三十倍六十倍百倍 但是总有这个果子出来 不可能 上帝的恩典 作用在我们身上 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反应 是证明上帝没有施恩给我们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智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